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apsule Academy, this is Le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new concept of English, Book 2, Lesson 79, Words 那老习惯进入正式课程之前,咱们看几个小的问题 首先,如何表达感到害怕 接下来呢,如何表达某人很想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叫做表达,如何表达安放炸弹 那带着这三个问题,Hope you're gonna enjoy it 我们先看第一个单词,第一个单词,这个单词我相信您一定认得 只不过咱们一直是按负数形式再去学 叫做parents,父母双亲 那parent就是要么父亲要么母亲,指的是家长的意思,对吧 咱们造个句子,As a parent, we should avoid smoking near our children 说作为一个家长,单数,看见了啊 说我们应该避免在孩子周围洗烟 如果你必须要抽烟,那你应该别在孩子周围抽烟 二手烟飞还很大,对吧 Next one,说My parents prevented me from moving to New York 好,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和 move to somewhere 这连着是两个习惯用法 阻止某人做某件事情 那这里我就用到了副数,叫My parents Next one,说Children always break their parents' concentration OK,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再加一个这样的东西 也许就可以更舒服一点 叫做他们父母的注意力 对吧,My parents' concentration 那总是会打断他们父母的注意力 那注意力集中,咱们听一下电影片段啊 OK,Next one,下两个单词练到一起 叫Flight Attendant Flight Attendant Flight Attendant,新衣咱就学过了 这个空姐,对吧 好,人名嘛,人嘛 一个职业造句子就很容易了 As soon as he lit a cigarette The flight attendant asked him not to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这个 As soon as he lit a cigarette The flight attendant asked him not to 说他一点燃烟 这个空姐就要求他别这么干 对吧 Next one So in the end, the flight attendant lost her temper 说最后,怎么样呢 说这个空姐发脾气了 对吧 Lost her temper Next one,说Please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让你自己舒服一点 放松下来 Sat the flight attendant 空姐说道 对吧 你做头等舱,特殊照顾 Flight Attendant Next one 下一个单词叫Flighten Flighten就是害怕恐惧的意思 那Feel frightened就是感到害怕 感到恐惧 造句句子 It made me feel frightened 或者我说You made me feel frightened 对吧 说这个玩意儿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恐惧 说他让我感到非常的恐惧 或者你让我感到非常的恐惧 这是咱五十七课学的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使某人做某事 Next one I felt frightened by the anger in her voice 说我感到有一些恐惧 被什么东西感到有一些恐惧 被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呢 说他嗓音当中的这个愤怒 当我听到他嗓音当中的愤怒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恐惧 对吧 Next one 四句型转换 下一个单词 Curious Curious这个单词非常常见的意思就是好奇 有好奇心的 你比较小孩子 对吧 或者一个成年人非常有好奇心 热爱学习 这个好奇心就是Curious 那原文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小的算是句型 我们可以拿来去套用的叫做 Somebody be curious to find out 再加句子 对吧 说某人很好奇的想要弄明白某件事情 就是其实就是他很希望能搞明白某件事情 比如说 I was curious to find out what she had said 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很想搞明白 他刚才说了啥 他之前说了什么 对吧 再来说 He was curious to find out why she had left her job so suddenly 说他这个男的特别想弄明白说 为什么这个女的突然间就离开他这个工作岗位了 对吧 Next one I'm curious to find out why he had such a bad temper 他我特别想弄明白 搞清楚他为啥这个脾气这么臭 对吧 OK 再读一遍那个单词 Curious Very good 接下来两个单词我们放到一起去学了 因为这个可能你读小说用得到 口语当中可能一时八时也用不到 Bob炸弹 Plan Plan 这个单词对于各位来说很熟悉的意思是 种植 有点像grow那个单词重义词的似的 种个树 种个什么 我们院子里的东西 对吧 都可以用plant 那plant在这并不是种植的意思 都有点像place 放置 我们原来学过place这个单词有名词有动词的意思 对吧 那plant a bomb就是放置了一个炸弹 其实就是安放了一个炸弹 对吧 那我们造一句话 the police was sure that someone had planted a bomb near the station 说警察非常确信 七十八克 咱刚学的说某个人在这个车站附近安放了一个炸弹 next one he got the nerve to plant a bomb there 说他竟然有这个勇气 当然这个去在那地方安放一个炸弹 对吧 深入这个贼窝安放了一个炸弹 next one 说they cover the bomb with the blanket 他们把拿一个东西把这个炸弹给覆盖上 cover a with b 其实五课咱们学的 用这个b覆盖 a 对吧 好 那在a上覆盖了b ok 那再读一遍这两个单词 bomb 注意这个b是不发音的 ok 然后这个地方下一个单词plant plant very good 那注意力集中吧 我们听一下这电影片段 包括这个电影片段当中 其实出现了somebody is sure that 这是我们刚学过的 对吧 这个习惯用法算是 ok 那我们注意力集中听一下 he's sure that someone planted a bomb in the car ok 那recap 本课生死并不多 习惯用法也不是很多 学起来应该相对来说可能轻松一点 那单词该造句造句电影片段 该听听重复听置顶留言找重复间隔的学义材料 那以上的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课程呢 欢迎各位关注订阅一键三连分享给那些需要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快速成长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